郭海信 郭海信表示 家屬和警方允許及協助到隱旋州的水警基地 一島南亞4號的殘骸及墳鄉置製 疑忌愛事 信中透露 水警向家屬表示 耗費8年的調查雖然獲得很多資料 證物證人證供 但因為某些技術上的原因及壓力 未能啟動起訴的程序 家屬質疑 一場39死多傷的海難慘劇 竟然沒有一位政府官員 需要為南亞海難知意外承恩而負上責任 甚至有涉事的海事處官員 在去年獲得家觀盡著 公開信又指 家屬引頸以盼的 是對海難的調查報告 包括獨立調查委員會報告 死因調查報告 及公務員事務局 對涉事政府公務員的調查報告 他們強調 唯有這些報告才能讓傷者 家屬 了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真相和公義 家屬有質疑 為什麼沒有公開海難的調查報告 一句事涉公務員私隱 就可以自圓其說包庇公務員嗎 並形容這一個是雙重標準 信中又提到 市任特首梁振英 與房屋及運輸局局長張炳良 曾經承諾會設查意外 絕不姑息 又稱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報告 絕不可能不公開 家屬反問 政府許下的承諾 只是冠冕堂皇 但不會兌現的官腔假大空 家屬批評 政府百年來對南亞海難秘而不談 縱容悲劇發生 拒絕善後還以公道 兩屆特首無論公開或閉門 都沒有親自和家屬會面 這屆特首對南亞海難一事 更是隻字不提 家屬質問 39條人命和眾多傷者 以及香港市民 在海上的生命安全利益 是否都不值得令今屆政府動容呢